六周选举的结果呢 其实是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了 虽然是出现三比三的一个这样的局势 但是呢 国盟在这个西盟跟国阵执政的 这样的一个州属版面呢 有一个扩大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听到这几天 国盟的这些反对党的人士啊 像是慕尤丁啊 哈迪阿旺还有呢 今天就是端伊布拉欣 都有提出这个换政府的论述 所以我就来问问两位 我们先来说先来请外币说说好了 究竟换政府有没有可能呢 如果没有可能的话 为什么他们一直要提呢 OK谢谢维敏 我看现在大家主要的这个 尤其是回教党跟这个Prikantan 他们主要就是想办法 要制造更多的混乱 他希望他主要的目的就是 让政治不稳定 然后他们这个成绩最好的地方 就是三比三 所以呢 Prikantan National也虽然有在一些 这个西盟的这个议席上得到突破 但是基本上他们不够强大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如果我们看这个大多数票呢 其实希望联盟的大多数票 还是比他们高 议席上他们也 他们也突破不出这个乡村的范围 进到城市没有 所以呢 所以呢 基本上他们还是以乡村为主的这个经济选民那边呢 得到突破 然后呢 基本上这个是这个最好的状况 如果说 Muhidin 讲说这个是一个referendum against ANHWA 其实呢 这个也是一个referendum against Prikantan National 因为在选与之前他们高喊出6比0 要拿下雪州 要拿下这个 这个盛美兰 甚至拿下槟城 但是结果呢 就是他们完全拿不到 拿不下来 而且槟城在跟盛美兰都是三分之二之正 所以第一点呢 就是选民呢 其实在这一个方面呢 其实他维持的现状 尤其是在Prikantan 尤其是在这个州选里面呢 可以看到就是3比3 第二个呢 就是跳槽方面呢 他是需要中央的这个国会议员去跳槽 而并不是州选来决定中央政权的 从来州选就是决定州政府 不是州选来决定中央政权 他们是希望一个90%的马来人 支持Prikantan National 拿下六州制造那个浪潮 让这个好像2019年 这个那个这个谁 柔佛州的一个补选 导致看到就是那时的希望联盟没有希望 然后呢 来制造许来登的这个政变 这一个事情呢 在2020年发生就是习来登政变 但是那个时候呢 是没有反跳槽法令的 反跳槽法令现在是非常高的门槛 国会议员不会很轻易的去举行补选 他们的想法就是希望用90%的马来选票 吓倒这个国阵的这个国会议员 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拿到90%的话 然后他们就要制造一群人跳槽 这个论述是很有问题的 第一点就是 国会议员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国会议员去制造补选 因为那个是太过天方夜谭 第二点就是即使武统的这个国会议员退出也好 也不会几个退出而已 大部分的武统还是会留在这个希望 这个国会议员不断断 然后呢 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GPS跟GRS还是 跟这个现在的联邦政府是很 非常团结的 所以那个方式是不可能达到的 所以在基于这几点呢 我看到就是 证据过后你可以除了看到 挺零星的几个 帕迪啦 段以brahim啦 没有人讲到要换政府了 包括公务员 他们也是乖乖 在现在都是很 就是上班 没有这个不稳定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安华是 未来四年呢是稳当的 然后呢会继续执政下去 直到第十六届大选 那么陈杰呢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呢 换政府在这个反跳槽法之下呢 是困难重重的一个局面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这些这几位 就是国盟的大人 好像是没有其他的这个 课题或者是话题可以吵了 就不断的呢 从这个周旋的 当天晚上的PC吧 当天晚上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听到 慕尤丁已经开始讲了 然后隔天就到哈迪阿旺 今天就是端一不拉星 然后因为这个竞选盟就是要签署 建议签署这个所谓的和平协议嘛 然后合作协议 可是他就是讲说他直接拒绝嘛 他觉得呢 在符合这个法律跟民主制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换政府不是不可能的 今天他的这样的一个论述 所以呃 陈杰你怎么看 这个反对党嘛 他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的去把 对于今天的职责 造成的一些冲击 跟所谓的这个 把他们目的就是包括换政府 那这边的情况跟 就是在所谓的 2020年到2022年这段 MCO COVID这段期间的不同 就是我们多了一个反跳槽法面 而且那个时候 在许来真过后 的所谓的多数票是很微妙的 可能就是那两三席 所以就常常 当时的反对党 就今天执政党一直有提出这样的东西 你不够票啊 我有那个支持性啊 我要换政府 所以今天的反对党 就当时的执政党用回同样的招数 但是整个社会条件 或者是一些法律条件是没有的 因为今天的所谓的执政联盟 包括Sapa Sawyer 他几乎有三分二的这个优势 所以你那门槛是很高 第二你今天又有所谓的反跳槽法 你巫统内部 可能有一些人可以被撤反 5个10个 但你那个还是不够嘛 你撤反了过后 你还是要跟Sapa Sawyer的谈 然后 如果你大家熟悉Sapa Sawyer 或者现在有些Sapa Sawyer的观众话 他们很清楚 他们对所谓的国门北架弹里面的其中的成员 是非常的感冒的 如果以前说 一党可能就有20个议席 Sapa Sawyer的政治经营可能就说 OK啦 你是Junior Partner 我可以跟你合作 你的伊斯兰保守政策 可能不会影响到Sapa Sawyer的民生 他可以跟你合作 但今天的一党 因为过去三角战选举的成绩 翻倍 所以声音很大 Sapa Sawyer的政治经营 其实是很警惕 这股西马的政治实力的 所以我就觉得 Sapa Sawyer的政治经营 基本上它在评估半岛的政局的变化 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盘算 他可能会要求 共产政府更多的权力下放 跟支援的下放 来维持政府的运作 所以当然 这个所谓的联合政府上任过后 很多人批评说 雷深大有点小 讲多做少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个周旋的存在 所以变成很多政策 就 还不敢展开 因为任何的政策展开 你一定会得罪一群人 然后 当然 因为肯定会有个阵痛 所以变成很多所谓的 在经济上改革什么好 都不敢去执行 然后是希望今天 这个选举 才能落定了3-3 各自在都宣告自己胜利的时候 然后中央政府可能就开始 要更专注在经济方面的这个改革 希望在所谓的全球都有挑战的时候 美国经济要衰退 中国也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马来西亚如何在东南亚这个局面 走出来自己 至少 我们不会面对经济消退的这个威胁 所以如果你有办法做好这块东西 有办法提升人民的收入 三年后四年后的全国大选 那个所谓的绿潮局面可能是很大的不同 因为很多选民其实都是经济选民 因为过去呢 我可能也在星座这个节目也提过 就是国家银行跟财政部的这个数据呢 其实今年的涉业率收入什么都比去年好 但今年可能有面对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通盆的问题 通盆的问题更严重是发 不是发生在交通啊或者其他的领域 其实发生在食物 因为我们食物几乎都是进口的 然后外面是我们前农业部长 他很了解这一块 然后刚好又面对汇率的问题 就变成我们食物变贵 所以大家今天吃一个经济炸饭 吉隆坡雪龙PJ一代可能就是8块10块 或者是这个是起码的价钱 相对于可能五年前 你炸饭可能还有五六块 几乎就翻倍了 所以大家都有感受到那种生活上的那种压力 尤其是马来选民 尤其是我们的Boston 60的那些选民 所以虽然收入有增加 但是通盆已经吃惊了他们所谓的收入 就变得大家很压力啊 他就讲我们做的一些民调访问就是 哎呀政府已经8个月了 讲多做少 你做好你的东西就好 所以有一些人是投所谓的反对票 然后感觉上声势浩大 那如果你中间政府 首相安华有办法把经济处理好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绿潮啊都是会退的 这是我先说到这里